那他們希望烏克蘭 至少中間做一個緩衝等等 美國說你如果打 我就制裁你 那紐約時報分析說 如果一次談二次談 期待落空 就普丁的期待落空 恐怕會成為普丁出兵的藉口 我已經人之一盡 已經跟你講了 你都不聽啊 你還部署飛彈 你還一直跑過來 記得當年 朱羅湾事件 古巴 俄羅蘇聯去那邊部署 你根本就下領要攻啊 對不對 那怎麼樣 那你現在在我旁邊 我可以忍受嗎 好 普丁跟這個 拜登跟普丁呢 普丁熱線50分鐘 沒有重大突破 因為基本上矛盾 怎麼突破呢 美國怎麼能夠保證說 我就是不東進呢 然後我怎麼能夠保證說 你打了我不制裁你呢 那拜登給俄羅斯兩條路 第一條呢 降低緊張情勢 第二個呢 俄羅斯行動我們就要你付出重大的成本 但是呢 還是支持外交手段 上兵罰謀 旗次罰交 旗次罰兵 旗下攻城 所以謀 外交 出兵 然後進攻 這是孫子講的四個階段 那這個月已經兩次會談了 拜登說好像很認真看待磋商 拜登說滿意對談 但是呢 你要小心不要制裁我 你制裁我以後呢 可能後代子孫都會認為這是一大錯誤 都到後代去了 後代都覺得是一大錯誤 這個幾代之間的仇恨 那普丁說那深信沒二間可以有效的對話 我覺得作為臺灣人看到想到聽到烏克蘭沒有辦法不想到自己 但是烏克蘭的問題沒有臺灣打 但是烏克蘭出事的機會比臺灣多 那你烏克蘭是前蘇維埃的成員之一 附庸國嘛 但是他現在是民政元素道道地地的獨立國 所以呢 這個跟那個波羅的海三小國 或者波蘭那個捷克啦 捷克斯洛巴克這些都一樣 因為你這些以前的附庸國離心離德 就是你以前的做法 他們心裡不喜歡 那現在有機會就一個一個要導向北約 所以現在是北約跟以前有華沙 東約這些國家現在沒有了 但是蘇聯是感受到威脅 就是說你參加他們就是對我的威脅 這個相信之下我們臺灣不一樣 我們臺灣現在不是百分之一百的獨立國家 但是我們已經事實上是獨立於中國之外 那蘇聯最在意的你加入北約的成員 我們已經是美日印太防線非正式的一員 而且我們是第一島鏈最前面的 第一第一個最接近的國家 所以如果你要講威脅的話 那臺灣是對大陸的威脅 要遠大於烏克蘭對蘇聯的威脅 但是面子問題嘛 蘇聯有立即丟臉失去面子的問題 老公已經習慣你臺灣在外面一天到晚跟我搗蛋 這個已經不是了 但是臺灣比烏克蘭嚴重的 其實臺灣的問題潛在是一個統治的問題 是祖國不可少的一員的一塊地 你現在要把它掛混出去 所以你東看西看 就臺灣的問題嚴重了 嚴重 但是因為它嚴重所以不容易出事 烏克蘭是因為它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擦槍走火的機會多 那你看 注射地講說臺灣出事的話 非但就如同以下到臺灣島 我覺得烏克蘭出事的話 它是坦克重兵壓進 這個就當年的這個立陶宛他們一樣 立陶宛愛沙尼亞拉托威亞 如果出事的話 那個蘇聯都是坦克車開過來 我們是比烏克蘭幸運 因為我們有一個天險的臺灣海峽 但是呢他們就漸漸累積這個 坦克的數目啊 軍兵員的數目啊 這個是運量運量運量不一定發生 我覺得臺海如果一旦有事的話 就萬見其發 就措手不及 但是我覺得拜登被人家看破手腳 他什麼外交什麼經貿制裁 這個其實講起來沒有什麼效果 那臺灣如果有事的話 大概不是這樣 你外交什麼制裁 你經濟什麼制裁 所以我覺得平心而論啊 臺灣的問題大 但是呢 臺灣不會出事 烏克蘭的問題小 但是會出小事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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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